你得重不重赢我做个蛋糕香蕃 对 很标准 哦真的吗 真的 周深厉害了 同一天周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新华社 新华网 人民日报 中共网 中国日报网等主流官方媒体点名转发 这对于周深而言 好像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这一次是因为正值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3周年之际 以上在国人心中几乎最权威的几位主流媒体 同时发文点名周深 并转发起了繁花依旧 现场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里说一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官微 简称中国战略支援 只听名字 大家应该也都能知道其账号的重量 可以说比账号政协军有果之而不及 就是这样一个账号 小编翻了一下他的微博内容 也是几乎不发娱乐相关的内容的 却唯独对周深情有独钟 转发了不少周深的舞台 歌曲繁花依旧和首映里现场 已经做过多个视频不再赘述 仅就周深的演唱而言 一首悲伤为基调的歌曲 周深以渐进式和多层次的演唱 唱出了温暖 磅礴和大爱无疆 情感的层层递进 将这首深刻而又复杂 而又层层递进的情感主题 诠释得十分的透彻 停止泪目 有网友说 周深用克制的唱法 表述悲壮的历史 点燃起每个中国人内心的力量 光是听歌 脑海中就浮现了很多的画面 他真的是用声音既在演又在唱 是真正的灵魂歌者 不愧为时代歌者 最后说一下周深演唱的 《美好的世界》发行两周年纪念 《美好的世界》是2021年度 神反转喜剧电影 不速来客的主题曲 于2021年10月20号上线发行 在《美好的世界》这首歌曲当中 周深用独具特色的唱腔 搭配迷幻的电子曲风 赛博朋克般的爽感瞬间拉满 勾勒出了一个充满反转的美好世界 周深曾发博分享说 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 心想一部有反转的电影 刚好可以唱一首反差很大的歌 甚至大家都听不出来是我唱的 发出来的时候吓吓你们 也算是我的反转了 周深真的没想过居然会现场唱这首歌 真的啊 当时录的时候就觉得 啊那把这首歌使劲的往南南去录吧 反正也不会唱它 都说了不要离flag了吗 都别来提醒我 觉得世界不存在 只要来告诉我 就一定会存在 啊那把这首歌 啊那把这首歌 也不会唱的 precisely 是 在2021年11月25号举行的 卡迪亚双面魅力派对活动当中 周深首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 俐落黑色夹克与精致的腕表首饰 炫目的灯光和疑患的电音 舞台上的周深散发多面魅力 舞台上周深进歌热舞 放飞自我还翻全场 电子迷幻风的少年音 真的是超级迷人 魅惑精彩绝伦 结尾的美声云唱 震撼的天灵带直接飞升 这首美好的世界 作词老师是李斌 在评论区看到网友说 这首歌某位老师适合唱 李斌老师说 不 这首歌就是我写给周深的 别人都不行 周深在采访时说 反正也不会唱它 录的时候就使劲往南上唱面录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还是自己唱了 怎么走 因为它要结合歌词嘛 然后怎么走 然后速度是什么 因为它那首歌的歌词 也是它自己精心打磨过的 包括编曲啊 所以它对自己整首歌的意境 非常的了解 然后录制当天 自己加了很多想法进去 就录制当天就是 我们全场人都非常的可爱 最主要是我们在现场 听了它的现场 整个人 哇 爆棚了 我跟你说 就是它的声音非常的干净 然后又没有 就是没有可替代性 就非常独特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现场听了一声鸡皮歌的 因为我在现场听 离它很近 所以它整个人拿了一支蓝色的麦克风 然后是有一点流光的 然后它站在那个灯光下 然后开始走位 开始唱歌 哇 真的非常的绝 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晚上排练 给我的感受就是 它对于自己的歌曲 然后以及对于自己 整首歌的主题利益 非常的有想法 然后也非常的喜欢 和大家分享 它自己的整个的利益的 这个过程 然后它会让大家 更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找到共鸣 然后把整个作品 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那天晚上排练 我们就给我的感觉 然后后面我们不是还录了 另外一首歌吗 我打算下一期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那个时候录制的一个故事 当然那天晚上排练 还有很多故事 我再想一想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吧 因为我觉得它整个人是一个 就是非常亲民 它整个的趣事 你就是讲也讲不完 我再想一想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 就整体来说 我真的是跟它合作完第一次之后 后面我什么活动 都会一直想着它 它就是给人这样的魅力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再说什么了 我觉得你们应该 会比我更懂的 好 那我们 我只能够订阅的魅力 眼中是顺利的情意 远灯火朝燃香照顾零 通往山河 春河 伊丽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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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睡觉吗 你们不睡觉吗 你们不睡觉 你们太过分了 睡觉睡 大家都要就睡觉 包括你 我的叫你们多久睡觉了 还没睡 还没睡 不行 我不长了 大家睡觉 睡觉 我就在这里守着 你们睡觉有没有